台北市士林區一名男子騎著電通平衡車來上文昌橋 也是下坡重心不穩自摔飛出去 警方就調閱了監視器 發現這名男子是越看越眼熟 原來他早先拿著囚辦要跟陌生人來借機車 結果被拒絕之後就砸車 隨後騎著平衡車來逃影 但是逃到一半就自摔 報應馬上來 男子騎著電動平衡車行經士林文昌橋 疑似下坡又剛好經過橋面接縫處 重心不穩摔個四角朝天 還好沒被後車追撞 只是這類平衡車屬於個人行動器具 只能在特定場所騎乘 開上一般道路使用最高可儲3600元發環 不過看似單純的交通事故 其實還有錢賺 原來這名男子打算跟陌生人借機車 被拒絕後惱羞成怒 手持球棒開始砸車 損壞後照鏡與儀表板 而他砸完機車 就騎著自己的平衡車逃逸 結果沒多久就在文昌橋自摔 真可說是報應馬上來 本轄文昌路有一名男子騎乘電動平衡車 自該處 因一言不合就雜欺補重機車 自後照鏡及儀表板毀損 令職球棒做事恐嚇後離開現場 涉嫌恐嚇及毀損機車等情勢 男子被警方找到時 還一臉淡定吃著剛買來的糖葫蘆 雖然坦承有拿球棒恐嚇與毀損的情形 但後續卻不肯配合偵辦 還怒標髒話 當場遭警方依妨害公務 毀損與恐嚇等罪逮捕送辦 記者游祥亭台北採訪到 刑事局破獲林虎塔 詐騙集團嫌放鎖定買過塔 八位的被害人以規避查稅為憂 要求現金交易 要讓被害人抵押不動產進行借款 最後錢被拿走 連房子抵押權也在對方的手上 警方初步了解之後 被害人至少有八位 被騙的金額是超過五千萬元 警方全副武裝破門攻堅 上半身赤裸的男子嚇到高舉雙手 他就是詐騙集團陳姓祖賢 也是竹聯邦名人會新店峰會長 這次涉嫌林虎塔詐騙 包含身邊小弟共11人 通通遭警方一網打盡 財地扣押 犯嫌零下的帳戶有信貸幣 230萬元的存款 還有2255萬的不動產抵押權 即犯嫌所使用的手機 體系型電腦跟被害人相關資料 還要共放刀線一逼 警方初步清查至少有8名被害人 年齡都超過60歲以上 每個人都曾經跟詐騙集團 買將近20個塔位投資 嫌犯於事工程可以幫他們轉賣脫手 但是需要用現金規避查稅 要是身上現金不夠 可以拿房子抵押借錢 詐騙集團利用這種手法 在8人身上一共騙走超過5千萬元 如果現金不足的話會請這些被害人 使用他名下的帳戶 名下的不動產拿去設定抵押借款 造成被害人背負龐大的債務 被害人事後發現不只錢拿不回來 就連房產也落入嫌犯手中 幸好警方即時扣押押押權 避免二度傷害 警方也在嫌犯家中查扣名牌包和現金 權案以違反詐欺等罪嫌 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 記者邱盛民台北報導 為了完善給予輔導的資源 台北市教育局根據學生輔導法的規定 逐而聘任專任的輔導教師 還特別規劃了校園醫療入校服務的計劃 補助國高中申請諮商心理師 臨床心理師和醫生提供助校評估服務 而今年也將國小納入到範圍之內 希望增加更多輔導人力 以符合教學現場的需要 台北市教育局規劃校園醫療入校服務計劃 補助國高中申請諮商心理師 臨床心理師及醫生進入校園 對有需求的學生提供住校評估服務 112年易住近350萬元的經費共計79校申請 而今年度也將國小納入服務範圍 並持續向中央倡議調整配置 增加更多輔導人力以符合教學現場的需要 對於需要高度關懷的學生 教育局設立四處社區關懷據點 包括新民國中星光書院 安排學生心理關懷與課業輔導 南華高中南清鎮 提供多元職涯試探課程 開屏餐飲學校職人丁 提供心理健康的餐飲證照輔導實作課程 以及結合家福基金會辦理的 風箏少年牽引方案計劃 以減少中措中離發生 111學年度服務超過2000人次 教育局希望針對特殊學生 持續至少一年的追蹤與適性輔導計劃 平時則建立學校與班級危機應變機制 才能在遇到突發狀況時 保護全校私生安全 記者游祥婷台北採訪到 腸病毒跟其他流感很不同 一年四季都有可能發生 五順以下的幼兒是腸病毒重症的 高危險族群 只要發現發燒 躯幹四肢 甚至腳底跟喉內都長出 一顆顆的丘枕跟水泡 就要盡速來就醫 孩童的躯幹四肢 甚至加上腳底跟喉內 都長出一顆顆的丘枕跟水泡 再加上發燒 經過醫師診斷之後 確診為腸病毒手足口病 喉嚨有出現那個潰瘍 然後腳掌有出現疹子 那如果是他有這種醫師的症狀的話 那我們其實醫師就要保持警覺 有沒有可能其實 雖然說他是處於一個流感的 高風險的一個情境 但是他還是有可能是 其他的病毒感染這樣子 腸病毒跟其他流感不同 一年四季都有可能發生 以往病例多是在三四月時升溫 五六月時達到高點 到九月開學之後 再度出現一波流行 去年在十一月時還有出現重症病例 千萬不可輕忽 有時候疹子的一個型態 他的大小範圍 並不一定代表他的疾病的嚴重度 反而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重症的一些征兆 才是暗示他有可能 比較有一個嚴重的情況 有八到九成的重症患者 都是以手足口病開始 五歲以下幼兒則是 常病毒重症的高危險族群 要特別注意病情的變化 戴口罩 勤洗手 以及使用漂白水傾銷環境 接種常病毒疫苗 也是預防方式之一 九層花廠報導 立法院通過煙害防治法 修正條文 明定禁止廣告販售電子煙 國民健康署邀請到大專院校 發起別碰電子煙的校園活動 以大型創作和運動形式 展現年輕人聚煙的決心 遠離煙害的威脅 大學生用便利貼貼出巨煙圖案 也有人組團跑步 用行動展現巨煙決心 國民健康署配合 煙害防治法修法上路 發起別碰電子煙校園活動 透過社群平台 號召年輕朋友一起巨煙 那我們跑完這四公里呢 其實都會覺得有一點點的吃力 那更何況是有在使用電子煙的朋友 肯定會更吃不消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碰電子煙 其實電子煙對人體的危害 不會比傳統的子煙來得還要少 那就是也很希望新法上路之後 就不會在校園的其他角落 聞到二手煙的味道 抽煙很BAD 抽電子煙很BAD 不要再花這個園往前了 電子煙還有擬古丁成分 危害不比傳統煙瓶小 立法院通過煙害防治法修正條文 禁止製造販售及廣告各式電子煙 為者依法開罰 國健署趕在行政院公布施行之前 提出相關配套方案 希望幫助青少年遠離煙害 禁止市面上所有的電子煙 能夠有我們法律的依據 那另外加熱式煙瓶 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預告跟申請審查 所以我們必須有相關的配套的做法 國健署廣邀大專院校參與 以大型創作或是運動形式 展現年輕創意 採取劇菸行動 更希望藉由同儕影響力 呼籲吸菸朋友盡早戒菸 為健康把關 記者邱世銘 特別報道 新聞的最後一起來關心各地 有什麼活動訊息 也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這個問題 希望請在此為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